我个人认为黑暗之魂2实际上是我们的一非常好的项目 如果没有它我们不会有许多后续系列的人形和想法 但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即使是黑暗之魂2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 在《之狼》《影视二度》和《阿尔多法环》的游戏的布局中 你可以追溯到很多《黑暗之魂2》的记忆 作为一个坚定的《黑暗之魂2》捍卫者 我认为《之狼》《影视二度》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从Software游戏剧 2014年3月11日 《黑暗之魂2》正式发售 作为《黑暗之魂》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也是魂游戏中唯一不是由宫崎英高担任总监的作品 自2012年在VGA上官宣以来就获得巨大的关注 发售后好评如潮 各大媒体不约而同给出了90家的高分 销量也在游戏上市后数周内突破100万分 首年卖出250万分的佳季 目前原版加原罪学者 全球有超过600万销量 现在我们去看Steam的评价 初版与完整版均有超过85%的好评率 但如果要说现在所有魂游戏中争议最大的一款 那无疑便是《黑暗之魂2》了 在我发布《黑暗之魂2》的睡前故事系列里 看到不少留言和弹幕 便是把《黑暗2》开出魂集 如今距离这部游戏发售已经十年过去了 我们不妨心平气和地再来聊聊《黑暗之魂2》 算是一部好的《黑暗之魂》嘛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首长的光头麦克苏 一部怎样的游戏 能让你把它算入《黑暗之魂》系列呢 显然由攻击硬刀亲自操刀 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至少现在大多数玩家只认老贼这个精致招牌 对色谷或古村维并不买账 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一点从《黑暗之魂2》讲故事的方式 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魂系列的故事 其特点便是碎片化、模糊化 无论是NPC口述 还是物品的背景描述 亦或是游戏场景的布置 以及探索过程中的玩家与世界的互动 其本身都在进行叙事 这就是所谓的环境叙事的精髓 换言之 玩家能够感受到故事的存在 但这并不是某人在游玩过程中直接告诉你的 而是你通过观察与互动感受到的 这需要很高明的叙事手段 可惜古村和社谷并没有做到 举个例子 在《黑暗之魂1》中 关于哈维尔到底是谁 可以有很多争论 无论是监视塔底 拥有哈维尔戒指的到底是信徒还是本人 又或者他是不是被葛温关在这里 都因为物品的说明 以及他出现的位置 可以带来极大的讨论度 这正是碎片化叙事的魅力 这一点同样在《黑暗之魂3》的哈维尔一套身上 也有体现 哈维尔到底有没有去过古龙顶 与无名是否也有一战 可以完全根据环境叙事讲出不同 但相对合理的版本 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大家对于环境叙事的想象的吧 然而在《原罪学者》里 玩家会在黑鞋骨的某个被上锁的房间的最深处的一个破罐子里 找到哈维尔全套 然后呢 我不知道 我这个自认为还蛮能扯的玩家 在那一刻有点无语 你们想告诉玩家什么信息 玩家除了拿到一套充满情怀的重甲装备 能得到什么可能的线索 或是有价值的情报 还是一段可以自由发挥的小故事 是想说哈维尔的信徒 或者是哈维尔本人 来到多兰古雷格的粪坑里杀绿龙吗 但游戏最后在DLC中告诉你 这身盔甲的主人 只是挖坟三人祖宗的一员 这种无厘头 相对于黑魂1和黑魂3的物品位置 引发了那种对背景故事的讨论 在黑魂2中荡然无存 我是打死也没法束缚自己 为什么安迪尔只管门口的狗 会掉黑骑士事件套 这是在嘲讽葛文麾下不如狗吗 还是说尸骨和古春 不知道黑魂1里关刀的地位 那些灰尸镇的蜘蛛 估计应该是吃人不吐骨头 不然怎么会掉落尼卡尔吃剑 三贼斧啊什么的 尼卡尔难道最终殒命于此吗 除此以外 NPC大多都有大量的对白 灰心哥的文本量 甚至比史锤德还要多 但所有这些他的对白 都比不上史锤德一句话的信息量来打 同时不少NPC都是只用一次的工具人 比如加梯子的吉里干 比如来自米勒的绘画师凯尔 有远超前作的对白量 让黑魂2成为最不难懂的魂游戏 他的主线故事实在太直白了 包括原罪学者安迪尔一直以来的引导 几乎是嚼烂的喂到你嘴里 也正是这种直白显得很没有魂味 特别是黑魂3和爱尔登法环 又回归了老魂游戏的叙事风格 让黑魂2显得非常另类 对黑魂2的评价 会两极风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部分玩家完全无法忍受 游戏内故意制作的恶意 这里包括但不限于物门不完全无敌 各种对怪 各种藏东西 甚至藏篝火 这其中比较不能忍的一点是boss的设计 当你还在诧异 作为第一个正经的守官boss 持有重要灵魂的最后的巨人 怎么砍两刀就没了的时候 看到密杠 铺垫了那么久的双面boss 最后居然只是一个 未被遗忘的罪人看门的御主使 是不是有些绝望了 大量的水货boss 充斥着多兰古雷格 一个龙骑兵不够 来两个 一个鼠王的试炼不够 来一堆老鼠和一个先锋 黑魂2虽然有着黑魂三部曲中 数量最多的boss战 然而大量滥鱼充速的战斗 让绝大部分boss毫无记忆点 现在大家讨论了更多的 只剩下DLC中加入的一些boss 比如东方骑士亚伦 比如白王与重骑士 但即便是DLC 也有一只老虎不够 两只来凑的尴尬局面 这对于一个2014年15年的LRPG而言 并不算是一个好的设计 然而这个设计 却是对开放世界最好的参考 所以你可以在爱尔顿法环里 看到各种与黑魂2类似的boss设计 一个大叔守卫不够 那就两个 一个龟叔看门犬不够 那就再来一个 加一堆尖牙小恶魔 一个萨米尔英雄 再出去半岛做一次boss不够 那就雪山再来一次 灵珠猎人的设计太棒了 改个数值再来几次吧 所以为什么说爱尔顿法环 最像黑暗之魂2呢 这就是理由 但是你希望这样的黑暗之魂2基因 再次出现在其他魂游戏中吗 我个人肯定是会尽懈不明 与相对比较水的boss站相反的是 黑暗之魂2又是系列中 追怪最严重的一作 加上了臭名昭著的适应性这个设计 虽然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创新的 但是它要求的点数太多了 以至于角色成型太慢 导致上手难度太大 以及奇怪的操作手感 和难以琢磨的锁定机制 让它成为了魂游戏里 推图难度最高的一款作品 即便你说这是因为黑暗之魂2 主推连机 那也是扯淡 本来多人游戏是个不错的卖点 也可以很好的应对 诸如堆怪等的问题 然而只过了一年 就发售一个不能互通的新版本 把玩家凭空分走一半 更别提后续玩家 再也不会选择黑暗2原版联机 想联机 好啊 再买个原坠版呗 他们还给老玩家打折哟 前期在一望求龙 后期在BY雪原 被吐槽到烂的几个例子 我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阳光草红小白马早已出圈了 四大名补有五个 并且会一直追你到BOSS房 就连在龙铁城稍微跑一下裤 就会拉火车 对于怪也就算了 那些强度离谱的小怪 才是让人最不可理解的设计 明明是个中甲拿个大锤 连弄五回不带揣气 弄王还可以继续弄 龙鸡坛大锤哥这种怪物设计 即便是拿到二人法环里 也一定会被喷 而对于地图本身的诟病也很多 比如很多人一提到黑红2就说 地图不如黑红1的传火计刺场 似通霸达的设计 利用传送投机取巧 除了前期从如蜜到蜜港 再到遗忘囚颅 稍微让玩家眼前一亮以外 后面的地图基本上都是一本道 捷径的设计表现如鱼 最后都是靠传送回如蜜 这对于王国黑红1的玩家而言 失望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虽然我对黑红2诟病也很多 但在发布十年后 我仍然认为黑红2是一部好游戏 且是一部好的黑暗之魂正统续作 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就两点 第一 黑红2用最简单的方式 升华了整个黑暗之魂故事的主旨 并影响了后面黑暗之魂3故事的主线 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第二 简化且优秀的设计 让游戏有更强的可玩性 玩家游戏时长证明了这一点 其他的缺点在我看来 更多是FS创新路上的试错吧 我是个喜欢讲故事的up主 个人认为黑暗之魂系列 如果少了黑红2的这一段 就是一个二流反转的王道故事 代表光辉伟大的葛温 以一己之力延续火之时代 代表黑暗之魂的人类 在阴暗的角落等待机会 然而无数年以后的黄亦成才告诉世间 真相是王对人类的惧怕 用王冠与女儿 把他们分封到世界边缘 所有人都在谎言中 只不过有人相信谎言 在传火中成就自己的传奇 有人不相信谎言 而选择黑暗 但黑暗之魂2 并没有用任何讲故事的技巧 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追求火的力量真的是对的吗 然后让玩家来自己感受这个世界 感受诸如被诅咒 逐渐成为游魂 而开始失去了记忆的了解 卢卡提耶 拿着赝品 但始终积极走上寻求解除 诅咒之路的洋葱骑士 凡赫特 一直在拼命赚钱 想要回到故乡 但其实早已忘了故乡的商人 还有女儿与自己的父亲 咫尺天涯 却不记得同样成是铁匠的他 这让在黑暗衣中 构筑起来的那个死尸般的世界观 平添了许多淡淡的忧伤 布斯人虽然是英雄 上颗杀神屠龙 下颗宰猪虐狗 但某一刻你可以不是英雄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时候和灰星哥一起坐下来 细细思考 安蒂尔提出了那个问题 没有光的照耀 更失去黑暗的前路 你究竟有何求 这让原本盲目 跟随所谓布斯人的巡礼 又或者听见残言灭火的布斯人 有了另一种可能 更关键的是 宫崎英高承认了这个设定 安蒂尔的影响 不仅延续到了黑魂3的双王子 他对葛温的评价 也在还议成得到了肯定 谎言只不过是谎言 就单凭这一点 黑暗正宏2是正统续作无意 虽然我个人也认同 用不那么碎片化的方式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并不是一种很魂的表达方式 但是黑魂2的故事本身 我是极其认可的 它完全延续 并升华了黑魂系列的故事内核 虽然有人在用谎言引导 虽然有人在用王位诱惑 但只要是你的选择 就都是伟大的选择 你始终是个英雄 关于黑暗正宏2里的故事 我曾做过一个 长达两小时的睡前故事视频 推荐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一部观看 而从玩法层面 我最认可的是 黑魂2的武器系统 与多周目设定 除了首创的双武器系统 被后续作品 乃至爱人法环都继承了以外 黑魂2有着全系列 独一无二的天火机制 无论是你想挑战高难度 还是为了多周目收集 天火都是目前看来 最简单 最受欢迎的机制 当然这或许也是为了 游戏时长的一种妥协 但试想一下 如果爱人法环也有天火的话 你还需要打个新周目 仅仅只为多打一次 女武神或黑剑吗 黑魂2的地图 虽然没法和黑魂1相提并论 然而黑魂2的自由度比上不足 比下还是有余的 看看后面的黑暗之魂3 不仅完全继承了黑魂2的传送 还完全断绝了传火机制场 与外面的道路 除了传送 没有任何选择 也就是从一开始 基本上就是一本道路 只能随着流程解锁篝火 去到后面的地图 但黑魂2 你毕竟从一开始 还是可以选择巨人陨落之身 海的药扇 又甚至是直接跳深坑 去攻略废渊 如果你一开始就签了霸王之阵 其实和黑魂3 一开始就打五娘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从自由度上 黑魂2没有什么好指摘的 更何况 以黑魂2的亮大广宝 地图设计的多样性 不仅远超同期作品 也深深地影响了后续作品 对 我说的就是那个化身学院 对了 它还有魂游戏史上 最佳的避风港 如蜜 一个真正像家一样的地方 那些游戏史上 超过300个小时的玩家 应该都会承认 很多时候打开游戏 就是为了再如蜜 再多做一回吧 魂2打群架的问题 其实是他本身就鼓励 多人连击或者摇人 所以魂2有很多NPC服 更别说还有连击 而这一点 也完全被后来的老头还手继承 很多场合里都可以摇人 这让新手的门槛大大降低 被骂得比较多的龙大锤 可以用小鸡腿应对 河马本来也不是初期建议打的 勾火放隐藏门 都算是额外奖励吧 反而没得骂 如果把这些原本认为 是缺点的地方 换个角度来看 还是都可以接受的设计 甚至是优点 但它们确实可以更好 事实上之后的血缘和黑魂3 确实在玩法上 借鉴了很多黑魂2的设计 回头看的话 也说明黑魂2不少创新 是蛮成功的 当然我也不太认可 因为这部作品 对后续作品影响很大 就说它是好作品 作为玩家只看本身好不好 如果黑暗之魂2 能再多几个史诗级的boss 如果怪物的分布 再合理一些 如果怪物仇恨的联动 再弱一点 如果怪物强度和掉落 再合理一些 如果锁定机制 可以再好一些 如果对白 可以再少一些 如果物品说明 可以再有价值一点 如果角色成型 可以再早一点 我会更喜欢黑暗之魂2 但这世上 没有完美的游戏 从故事上 仍成上几下 且完整 甚至升华主题 从游戏上 对全作有优化 且有创新 加上亮大广宝 让玩家有欲望 反复挑战 它就是一部好游戏 Steam上 众多游戏市场 超过300个小时的玩家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个游戏 是你花钱买的 评价好玩与不好玩 都是个人的事情 与他人无关 我也一样 创新是有风险的 我认为黑暗之魂2 是一部好游戏 也不是一句 开出魂集可以定义的 很清晰 有超过85%的玩家 和我的想法一样 当然如果横向对比 同一时期 在制作的血缘诅咒 功力差距 还是显而易见的 与同系列的作品相比 毕竟也才85%的好评率 而黑魂1和黑魂3 好评率都超过90% 你完全可以说 它是最差的一部黑暗之魂 但要因为这5%的差距 就说开除魂集 确实大可不必 那是因为攻击英高 只有一个 我相信老贼的经历 是有限的 下一个十年 只会有更多的 黑魂2式的游戏 被开发出来 这么想的话 你是会觉得失望 还是庆幸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您的想法 我是首长的 Gunton Mac书 点播关注不迷路